进入南洋,等待连接 我们今天不放开台区,因为怕到时候又忘记关热点,设计很烫 晚安,谢小义的会员票 方皮雷晚安 企鹅晚安 小乖面圈晚安 哈喽,蓝钓人晚安 俊霞晚安 谢谢台中昌坦的忍不住想你 谢谢德瑞克的真情告白 哈喽,L晚安 果酱加娃娃鼠,阿叶晚安 谢天主鼠,告白气球 空空晚安,追悉晚安 戒汉晚安 今天突然变得好冷 有秋天的感觉 今天有睡饱了 还可以 谢谢圣的爱的情报 想要睡到自然行,可是 不行 可是已经睡 跟前几天鼻睡的很保有 今天 今天奶奶在家 现在的天气不像冬天啊 秋天的感觉 奶奶 大家 大家 最喜欢的奶奶 哈喽,菲菲,微微晚安 前几天还很冷 对啊 突然 突然就变得好冷 我的冬天的衣服都还没有拿出来 今天要出门的时候 想要找长袖 结果 因为我都收在整理箱里面 所以就穿了这个 好像是我唯一的长袖了 今天是 今天是兔兔耳朵 呦 所以既然去年 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有穿 在周末有寒流 哇 那要多穿一点 要赶快找时间换机一下 看 今天是 触耳朵 谢谢杰西的戳戳你 在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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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如晚安 休早晚安 谢谢小管 谢谢告白气球 谢谢终于的钟情玫瑰 突然就变成红热博 啊 不想吃啊热博 嘿嘿嘿 那些终合喵喵的眼中只有我 这个特效好可爱 也可惜 我是兔子不是红萝博 谢谢Alex告白气球 我想要吃小鱼 我哪有那么恐怖 我们要保护小鱼 不能让他被坏人吃掉 我怎么看都比较像是食物 应该是 那应该是肉包之类 也不会是红萝博 我像坏人 坏人哪有 我问 南瓜 他们说我像红萝博 坏人哪有我 我这么可爱的 谢谢困困的芳叶 昨天第一次现场看公演 欢迎加入 倡数国 可以多看几次 昨天是我第一次穿 温布顿蓝色的衣服 之后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都会是穿蓝色的 所以我礼拜五表演的时候是穿 黄色嘛 然后那个时候 姐姐们就叫我要多拍一些照片 她说因为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穿了 要多拍一点 结果最后也没有拍很多 因为太紧张了 就是因为礼拜五是我第一次跳三号位 就是 因为其实原本那个三号位是真真跳的 然后可是因为她还要跳巧克力 就等于她 就是她跳完温布顿下去马上 一首歌时间她换好一首 然后再跳巧克力 就会比较累 然后 因为我又很想要跟小雨一起跳温布顿 所以 我那时候就跟姐姐说 我可以练心的位置 这样子 舞蹈老师那边 验兽通过的话 我就可以跟小雨一起表演 所以我就 我就很努力的练习 那时候只有两天 的时间 我忘记那时候是 好像就突然问我说 要不要练看看新的温布顿的位置 如果我想要跟小雨跳的话 因为工作人员也知道我很喜欢小雨 然后我就说好我练看看 然后如果我练习的时候 跳不好的话 那就还是整整跳 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首真的是 拼了命令 我刚刚讲如果那个 如果不是小雨的话 姐姐问我要不要跳 是说 没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会 就是我 脑容量太小了 数脑太小了 所以如果我去代意跳别的位置 然后我之后可能自己的位置 就会搞混 对 可是 所以如果通常 叫我去跳 新的位置的话 我通常都会说 我都都会拒绝 因为 我拒绝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想练新的位置 而是我 我担心我练了之后 会 就是回来原本的位置的时候 会搞混 就会 对 就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 因为我真的太想跟小雨一起跳了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练习 然后 礼拜五 其实 因为虽然算蛮紧张的 第一次跳这个位置 谢谢图威威的 juju now 可是 好像 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天两场比赛 好像比较满意礼拜五的表现 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 就是上午还有ACE的活动 然后 到晚上的时候有种 脑袋有一点不清醒的感觉 像温布顿的时候我就有跟 累积 最后面的地方 我前面就很小心 想说不可以把位置搞混 结果最后还是 快要前面已经 平安度过了 然后结果到 快结束的时候就小撞到了 下下了我就觉得嗯好可惜 谢谢雷瑞的好玫瑰 谢谢雷瑞的好玫瑰 谢谢拖音的 juju 可是有小雨这个目标 就是 我还是很努力的去 练习的 所以其实 对 各方面都 蛮感谢小雨的出现 而且也很屌宇 然后 我跟你讲星期天真的是 就是 我自己觉得星期天 就是没有星期五那么好 因为像我们 我们ACE表演结束 然后就回乌梅彩牌 然后 那时候在彩牌 Uncle取绳索的时候 然后 一开始是 面面就是 因为绳索那首歌就是 最一开始是 我先拿着绳子 诶 没有 我跟面面是面面先拿着绳子 然后她要把绳子给我 就是第二次副歌的时候 面面拿着绳子 然后最后是她要把绳子给我 这样子嘛 然后结果 我们在彩牌的时候 彩牌的时候 就是我 我给面面 然后面面 没有结 然后那个绳子就掉在地上 然后我们两个就 然后说是你要结吧 她说对对对 就是脑袋不清楚 然后结果 刚讲完然后 老师说那再走一次 这个副歌的绳子 就再走一次的时候 换我 换我 就是她要给我的时候 我没有 拿 然后结果掉地上 然后老师就 就是连舞蹈老师 照理老师老师看到 应该是要 会觉得很生气 就是因为 这个都已经跳那么多次 一样的东西了 然后 甚至还掉地上 就是因为 他一开始在教这首歌的时候 就有说 绳索我般的勇气 绳子非常上 绝对不可以掉地上 结果彩牌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一人掉一次 可是舞蹈老师感觉也很 我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我们累嘛 他就蛮无奈 他就是 他没有生气 他就说你们今天怎么了 就是因为就是 一次是他 然后接下来 马上换我 然后老师说 你们今天带走了 但其实我想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掉过绳子 但就是 可能真的太累 就是 脑袋不清楚 你就会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谁要抓绳子 这样子 嗯 就是那时候已经有点 掉太多次掉到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 有点搞笑了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有种脑袋很不清楚的感觉 嗯 谢谢俊佳换员票 可是 还好那是彩牌的时候 就正式的时候 就 就没有掉绳子 正式掉绳子的 真的不行 嗯 就 觉得有种 这 真的很力不从心的感觉 谢谢 羊 嗯 羊 羊坐姿怎么念 大胸膛的会员票 而且我我我 我礼拜天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就错 就跳错了 嗯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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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所以我你知道 第一首歌就错了的时候 是有多 是有多挫折 就是 就是 是一首开场open的歌 就是 要炒热气氛 第一首就跳错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还站在正中间跳错了 我不知道怎么 怎么会错那个地方 就是 从来没有跳错过 根本不可能会错的一个地方 我那时候被自己笨到 我笨到就是 第一首歌我们的风不是拿着叮咕嘛 然后我那时候在正中间 然后就竟然跳错了一个 根本不可能会错的地方 你知道吗 然后 我笨到我就是 登登登 然后 我那时候退场的时候 我就一边拿铃鼓一边 敲自己头 就想说 就笨 看都把我自己敲行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看到 但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 因为第一首歌耶 就是 通常表演大家都希望可以完美 不要出错嘛 然后开场前 四首就是要负责炒热气氛 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我第一首歌就 就错了 然后我就是笨到 我直接拿铃鼓敲自己的头 他就这么笨 第一首跳错真的很生气耶 就是 如果你前面都没有跳错 可是最后一首歌跳错也会 也会有点沮丧 就是 我前面都那么完美 然后就居然败在最后一首歌 就挺可惜 因为像星期五的话 我好像 星期五那场公演 我好像没有跳错 我印象都没有跳错就是 都稳稳的 然后星期的第一首歌就错 拿铃鼓打自己 不会自己笨鼠了 哈喽罗莉拉晚安 那天有彩排有啊就是 就是 A11的表演结束之后 就马上去彩排 但是是跳彩 没有全部彩 就是跳比较需要走位的歌 彩 这首歌很奇怪 不会啊 这首是那个吧 当代电影大师的歌 叫做你大概能看到那画面 从你的电视机 她们的歌都很有很有趣 用笑容弥补了 我有用笑容弥补吗 可是我真的一点 我不知道哎我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什么表情 哈哈 因为我觉得我是 你知道什么 有什么事情都会 写在脸上的那种 像 今天 晚餐 奶奶奶 奶奶 奶奶说想要吃章鱼烧 然后我就买了 小盒的是六颗 一盒六颗 大盒的是一盒九颗 然后我是买 我是买小盒的 奶奶是买大盒的 对 然后这一家章鱼烧是 以前没有是新开的 也不算很新出 就开了一阵子 但是我们没有买过 然后 今天第一次买 结果我 因为我先 我先到家嘛 然后我就先 我是买 起司口味 奶奶是买海苔口味的 然后我 反正我就先吃我 小盒的那一盒 我一吃我 心为天人 它超级好吃的 就是 我们家那边有 有好几家章鱼烧的店 然后 连锁的那个日传 就是大家应该都吃过 就是 口感就是比较 比较日式的那种 就是软软 然后另外一家是 比较台式口味 吃起来是比较 比较酥脆的那种 对就是日本比较道地的章鱼烧 其实好像都是比较偏 它的 口感比较软一点 然后台式就是比较脆的 然后今天买的这一家 它 恰到好处是 外脆 内软的 就是它 结合了台式跟日式 集一身的 就是把优点集一身 外脆的 超级好吃 然后我都把我那一盒吃完了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再多吃了奶奶那一盒的一颗 因为我想说 其实 其实 对 就是 就是因为 原本我跟奶奶说 我是买起司口味 然后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换两颗 然后奶奶就说好 然后我就先换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太好吃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之前章鱼烧一般 现在通常都是一盒六颗嘛 然后 可是六颗吃完会有点唯恐 七颗我觉得其实刚刚好 对 然后九颗的话 我是觉得 因为它一颗吃也蛮大的 我觉得以奶奶的食量 九颗是会有点薄 所以我帮她多吃一颗 欸我吃七颗 刚好满足 然后奶奶吃八颗的话 应该也算是挺满足的 这样子 所以我就 我就多吃了一颗 然后 奶奶回家的时候 就说奶奶 这章鱼烧超好吃的 然后可是 就是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 所以我 然后奶奶就 就说 你多吃我的一颗 是不是 然后就是 吃吃吃吃吃吃 每次 每次奶奶都 我不用讲话 然后她就 她就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 而且就是 就怎么讲 我每次做了一点 算坏事嘛 我做坏事的时候 奶奶就会知道 而且她就 她就 很厉害 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因为这一家真的很好吃 我之后还会再买 可是 奶奶后来吃完 她也说超饱的 她说下次应该买六颗的就好 或是买 大盒的我们一起吃 我们一起吃 然后再买其他东西 谢谢米酒的金色香槟 对啊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是做亏心事的时候 奶奶都会知道 一颗很大 蛮大的 比日传还要大颗 日传现在越来越贵 以前我常买的另一家 比较台式 就是有巧克力口味的 那个章鱼椒 现在也涨一下 现在也要 现在章鱼椒一盒都要55块钱了 我记得 我记得 小时候一盒35 小时候章鱼椒一盒35 然后后来40 45 45的时候已经觉得 现在章鱼椒一盒都要45了 就比较少买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都没有印象 什么时候涨到50块钱 但是等我 发现的时候 现在一盒要55了 涨超多 但是就是偶尔会很想要吃 对对对 以前好像有三盒100的 还是三盒120 现在都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一盒要55 有的观光区还更贵 现在都没有了 但这家真的很好吃 我以后 还会想要买的 只是我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奶奶会知道 我多吃了她的一颗 为什么她知道我是多吃了一颗 那不是两颗 谢谢俊佳会员票 看脸颊看脸颊的话 那应该是吃了两颗啊 怎么会是一颗 那应该也会带着微笑 所以能清楚听到 奶奶太了解我了 真的 像我有一次不小心 我忘记是吃吃 我要拿碗上去楼上厨房洗的时候 还是 还是干嘛的时候 反正不小心 把碗打破了 然后那时候一回家 我也是 我说奶奶 我今天不小心 你把碗打破了 他到底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没有很常打破碗 就是 打破碗是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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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年 只会发生一次的事情吧 就是 可是为什么 就是 我多吃了一颗 章鱼烧 可能我脸比较圆 看得出来 可是 碗打破 我的脸我怎么看得出来 好奇怪 可是奶奶真的很厉害 奶奶通理 我不可能偷吃到两颗 其实真的很好吃耶 只是真的有点饱 有看垃圾桶 没有啊 吃太快才会弄破碗 不是吃饭弄破的 是 忘记是 是 反正那时候不是因为吃饭弄破了 是不是要去洗碗的时候 还是洗完碗的时候弄破了 什么事情都 瞒不过奶奶 神经妙算 奶奶说她神经妙算 真不愧是我奶奶 什么你的奶奶 是我的奶奶 奶奶有裝寵物監視器 誰是寵物啊 今天的晚餐 買了章魚燒跟燒仙草 我跟奶奶吃一樣的 因為最近有點想吃一些垃圾食物 然後我還買了地瓜球 怎麼辦 都是圓形的食物 因為今天突然好冷 好想要喝燒仙草 燒仙草算是垃圾食物 算是吧 因為它很甜 裡面加粉圓 玉圓 好圓啊 今天真的是吃了一段圓館館的食物 是不是都變圓了 都是圓 超飽的湯圓沒有 因為太飽了 粉圓跟玉圓已經很飽了 加上章魚燒這個太飽了 我不真的不應該買地瓜球了 因為 章魚燒其實真的蠻飽的 燒仙草也是 就是醜醜的也很飽 但是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表演三天嘛 連續三天 就覺得 我要慰繞一下我自己 對 然後奶奶回家看我買這麼多東西 他說 你今天自己去逛夜市喔 好久沒有吃地瓜球了 我平常真的不會買這些垃圾食物 可是 最近突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氣變冷 就會 人出於防禦 防寒的這個本能 會想要補充熱量 就是吃一些 我最近很想要吃那種 薯條啊 就是炸雞什麼 垃圾食物 想吃好久了 因為表演前我就會 比較不敢亂吃 因為表演前我就會 就是連辣的東西我表演前都 不太吃 準備要過等了 對啊 很冷 很冷 抱我的胃瓜 一般來說是不會啊 可是 冬天那時候會睡很多 腹肌要消失了嗎 可能會消失一下一陣子好幾個月 等 春天 春天春暖花開之時 我再 來 練習我的腹肌 練習腹肌 在練腹肌 冬天先 屯肌一些脂肪 冬天他真的不想跑步 萬一我跑步流汗 然後 吹到冷風感冒了怎麼辦 藏鼠娃娃 藏鼠娃娃 藏鼠娃娃收起來了 可是 再冷一點再拿出來 對啊冰整個也要收起來了 95%的巧克力還有什麼 沒有只吃了一口 另外的給別人吃了 這間是什麼動物 這間是紅蘿蔔 冬天真的會很想要吃巧克力 謝謝大家追蹤 昨天 對 昨天表演完之後在公司開跑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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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night 告訴我 你是誰 要多久 我才能夏天 帶你去海邊 冬天 一起泡溫泉 對我剛才說我最近好想吃薯條 然後就放到大薯 為什麼 我又被監聽了 我又被竊聽了 說大禮拜是要去你們的學校表演 好好哦 我們這禮拜也要去大學表演 這禮拜 禮拜六 有 怎樣 自己要什麼時候表演都不知道 我記得18號 18號是禮拜六嗎 今天13號 1415161718 對啦禮拜六 我們要去嘉義大學表演 那個校外的也可以參加 好像是700塊 還是多少錢的樣子 其實蠻划算的 因為有好多藝人 有Kimberly還有柔俊碩的樣子 我有稍微看過 我忘記了 我晚點在宣傳 因為最近活動太多 所以我想說一直洗板 大家要那個 先緩緩 記得是鈴聲要曲 這不用跟我講 反正 上車司機大哥 會把我們 安全護身過去 水龍 冬天一泡溫泉 好久沒有笑唱哦 很喜歡去學校哎 青春 小雨有參加Party嗎 禮拜天就沒有小雨 小雨只有禮拜五跟禮拜六 所以我昨天才那麼 那麼 沒有精神 昨晚公車搭多久 沒有搭很久 因為我 我包車 我真的是包車 所以中間都沒有停站 所以到家很快 大概 可是十幾分鐘就到了 上次笑唱是去年出了 可能是哦 很久沒有笑唱了 好 下車有跟實機說拜拜嗎 沒有 感覺很恐怖 不會啊 包車很棒耶 公車會很慢 就是因為每一站 都有人要上下車 可是我昨天很晚的搭 所以 都不用 不用停 包車耶 公車搭一次是15塊 15塊錢可以包車耶 不用搭計程車 計程車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 賺到了 對 謝謝土司傑 告白氣球 15塊包千萬等級的車 公車有到千萬嗎 公車有那麼貴嗎 沒有吧 賺到了 有包過電影院嗎 沒有 因為我本身就沒有很喜歡去電影院看電影 我喜歡自己在家看 謝謝 晚安 公車一輛 公車一輛 六百到九百萬 所以 也沒有到千萬嗎 而且昨天還蠻多成員有來看公演的 我都不知道耶 昨天 美玲啊 晨晨啊 阿潘 然後法法 都有來看 我有少講什麼 反正對 我都不知道這麼多人有來看你 結束劍聖的時候才知道 對啊 我只知道法法有來 因為 法法的公關票是我給他的 昨天法法也有留在 留在公司 開爬 一家中午太高調了 為什麼一家很高調 我知道他是坐在第一排 可是為什麼你們也知道 他們都看到我用零鼓敲自己的頭 沒有 我今天是為什麼我問他們說 我說我今天 第一首歌就跳錯了啦 然後他們說 欸 有嗎沒有發現耶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你 可能沒 我自己很在意 可是也許 不一定每個人都有看到 我這次我沒有 我沒有問公關票 因為我沒有朋友了 上次三創的時候 我有三個朋友說想來看嘛 但是這次就沒有在問 因為我也沒有其他朋友了 然後那時候 一開始是 雲爵說他跟法法要來看 然後問我有沒有公關票 我就想說 反正我也沒朋友啦 所以就 就給他們 可是後來雲爵他 得A流 所以他就不能來 對 所以後來就只有法法來 問朋友 不是這這 你都不知道要問誰啊 又是 我真的沒有朋友有興趣啊 如果不喜歡 就是問了然後又被拒絕 又很尷尬 有興趣的會自己來問 對啊 因為像我朋友之前都說 沒有看過我公演什麼的 所以我一有公關票 我就先問他們 可是就 我只有那三個朋友 就沒有其他朋友了 乾姊姊在台中啊 他不可能為了表演特別來看 可以叫奶奶來 有話三創的那次 只有叫奶奶來啦 然後他看完前四手就走了 那三個沒有入坑嗎 他們 本來就 本來就在坑裡啊 也不用在坑裡啊 就是 就是 這是朋友怎麼怎麼說 入不入坑 就是朋友就是那種我支持 我的朋友 去追他的夢想啊 朋友不太能夠說入不入坑吧 就是 就是朋友的支持啊 對啊朋友怎麼會入坑 這問題很難回答 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無條件支持啊 他們也知道我從 我從武專的時候 就一直一直在 朝著演繹這方面 那邊 努力 所以現在能夠有這樣一個小小舞台 他們都很替我開心啊 就是 跟家人一樣啊 就是 應該說 朋友會比家人再更 支持一些啦 對啊就是 沒有說推不推 有沒有入坑這種問題 因為他們就是我的好朋友 對 就這樣 有哪些童年時期沒有實現的夢想 童年時期沒有實現的夢想 沒有吧 我的夢想就只有 當 有名的人 就這樣 當明星 剛姐姐有看過幾次嗎 剛姐姐好像沒有看過我表演 因為住太遠了 BOSS要BOSS 成為一個胡蘿蔔 成為胡蘿蔔 哪是我的夢想啊 上面跟著左方要B 給的封口 不會讓我收你收起 不摸小菜 不摸小菜 哦對啦 在台中動漫點的時候 乾姐姐有看過 就那一次而已 只是還沒有看過工業 成為胡蘿蔔中的霸主 小朋友怎麼會有這種夢想咧 很多小朋友是不喜歡紅蘿蔔的 不過我小時候超喜歡吃紅蘿蔔的 而且一定要是生的紅蘿蔔 因為很甜很脆很好吃 我小時候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兔寶寶 我就是 但是因為紅蘿蔔不可能整根這樣子啃 這太粗了 就是會把它切成細細一條一條的 然後我就這樣 這樣子 對一定要生的 生的紅蘿蔔很好吃 你們懂嗎 要生的 好 好 討厭紅蘿蔔就是討厭那個生的味道 可是你們不覺得生的要煮了之後更濃郁了嗎 我覺得生的很 生的最甜耶 因為你有時候煮湯什麼 它那個糖 甜 甜味會流到湯裡面還是什麼 那紅蘿蔔就變得軟軟 你就不好吃啊 我喜歡吃脆脆的紅蘿蔔 我穿這個獎這樣很好吃對不對 紅蘿蔔很好吃 要BOUNCE要BOUNCE get it get it 要BOUNCE要BOUNCE 要BOUNCE要BOUNCE 喔好適合喔 要BOUNCE要BOUNCE 不玩了 什麼時候才變倉鼠的 又是周杰倫的歌 不要再做杰倫了 周杰倫的歌太常播了走開 我剛才講到哪裡 謝謝小杰的天天圈 我什麼時候變倉鼠的 我覺得好像是 從出生以來就是了吧 也沒有變成倉鼠 倉鼠也愛吃紅蘿蔔 我一直都長得很像倉鼠 奶奶今天很亢奮 對啊不知道為什麼 出生就是一臉長鼠呀 對啊我出生的時候 我爸媽那時候一直 就是我在我爸不是我爸爸都是 我在我媽媽 我在我媽媽 我在我媽媽那都是你 然後我很活潑一直 一直動一直動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以為 以為我是男孩子 這麼活潑有精神這樣 結果懷胎十個月一生就 哎呦一看 怎麼是一隻倉鼠喔 長得那麼像倉鼠 但是都都生下來了也也沒辦法 照超音波 可能以前 可能27年前那個超音波技術 還沒有那麼純熟吧 生出來的時候才看到 已經來不及了 吃紅蘿蔔眼睛應該會很好 照理來說是啊 可是 因為 以前玩電腦太多了 所以就近視了 謝謝小玲的帶你去流浪 你哪有看咒術回戰嗎 沒有耶 我知道那個很紅 可是 那個比較偏少年賣了 就沒有看 一出生就先買滾 也沒有 因為我們家小時候環境不好 所以 玩具什麼很多都是鄰居送我們的 爸爸肚子裡也是鮪魚 只是在偷嗆爸爸吧 銀魂也是少年賣 銀魂 銀魂算少年賣嗎 可是我太喜歡銀魂了 銀魂真的很好看 我今天才看了 那個 阿姆斯特朗炮的那一集 不是前面喔 是第二季 第二季首次出現 對 今天有去跑步嗎 我不會 我冬天都不會去跑步 太冷了 沒有吃錯藥的話不會去跑步 銀魂的定位很明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他第二季 第二季的那個黃槍特別多 對 因為我真的冬天不太會去跑啦 而且 這幾天 連續跳了三天的舞 其實 我小腿肌 已經快炸臉了 就是我不會讓自己這麼累 嗯 能夠好好休息就很好 再去跑步的話也太太逼自己了吧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啊 但是我自己不喜歡冬天跑步 我覺得吸到那個冷空氣很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因為平常有在訓練 我就是除了冬天不跑之外 我其他時間都會跑 所以就是有 而且我每天騎腳踏車 所以 因為腳踏車是我 唯一的交通中 因為我們家真的太鄉下 我們這邊等工程 因為像我今天出門 的時候有微微的下雨 所以我就沒有騎腳踏車 我想說去打工程 那個工程 兩個班次 一個要等半個小時 一個要等一個小時 太久了 所以我 我後來還是去騎腳踏車 就借了U-Bike騎 就是 我們家這邊等工程 真的太久了 所以不騎腳踏車真的很不方便 就是覺得 U-Bike真的是 太棒的發明 就是U-Bike很讚啦 只是如果是尖峰時間 可能就不一定有車可以接 一般要等一個小時 超級久 所以腳踏車是我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就是 就算冬天很冷 我還是得騎 因為 冬天我騎 我騎腳踏車騎一騎 可能身體也熱了 可是我在那邊等公車 等一個小時 我應該會先冷死在路邊 是不是 所以腳踏車是 所以腳踏車是 就等於說我其實 每天都有在運動 就算沒有跑步 也會騎腳踏車 除非是 下大雨 所以我覺得 我的腿力是有比其他成員好的 對 就雖然說跳了三天 但是 不至於到鐵腿 但是我 我不想要我的小腿肌太明顯 所以就要多按摩 這幾天就好好休息 這樣子 像什麼風景區的班次數 真的是耶 超偏的 哈囉 休晚安 騎車還比較快到家 只是要有車啊 像我今天騎回家走 就剩下最後一台U-bike 被我騎走了 不然 不然 不然我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那台U-bike 我要等50分鐘 超久 我回到家 我的章魚差不多兩個 30分鐘內還要錢嗎 什麼 又不是台中 又不是台中 還有30分鐘內免費這種事 台北沒有啦 還不了車的時候也有點麻煩 確實 但是 目前還不到 還不了車的問題比較小 借不到車問題比較大 通常都是這樣 定期票是30分鐘內免費 騎腳踏之後到我家 不需要騎半個小時啊 除非中間有再去停下來幹嘛 路邊有摩托車可以租 我不會騎摩托車 我怕我危險 喔對 如果我之前有 要騎U-bike回家結果 沒有U-bike 然後等公車又很久 等公車等的時間比我走回家還久 所以我後來就走回家 走回家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他選擇叫計程車 叫計程車的回家的錢 我都可以多吃一盒章魚少了 我是 我是覺得 搭計程車都來說蠻奢侈的 就是 因為計程車現在起跳價 我不知道現在起跳價是多少 70嗎還是是80 75 我不常打 我不知道 反正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起跳價大概這個價錢 70 對阿 70 我還 就是 其實我走路回家 或是跑步回家 都OK阿 就是 我這樣子 我等我有運動到 然後省下的錢 我可以多吃好吃的 就是我會比較 願意花錢在享受美食 那搭車的話 我既然有其他 健康的方式可以替代的話 我就 不會想花那個車錢 就是在交通費上面的話 對 基本上就是 去公司 跑步要跑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我覺得很OK阿 就是 就是當做練伴馬 就是運動嘛 就是 我看到 那距離要 20公里 還是10公里 對我來說就是覺得蠻近的 就是 其實跑步就可以到了 只是如果要 每天去公司的話 我還是會買定期票比較划算 因為 跑步的話也是挺花時間 然後如果太早的話也 也不可能 我對花蓮好像 計程車起跳價是100塊 超貴的 我們之前去什麼 宜蘭玩 起跳價也是100 睡公司 我自己不喜歡睡公司 我覺得 以前的話會覺得公司比較 比較 有一點人情味 可是 因為 中間發生了太多事情 就是 我現在 沒有很喜歡待在公司 就是一個 氣氛讓我覺得很冰冷 就是 因為很多熟悉的姐姐們也都 不在了 然後就覺得 公司好像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家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我們寄宿在別人的 辦公室旁邊的一個 就是我們是去麻煩別人 然後讓我們寄生在那邊 就是不是我們的 家 等等這種感覺 對 就是我覺得沒有溫暖 但昨天會留在公司 是因為 像昨天 有 有 應該說 昨天是假日 所以 隔壁公司沒有 並沒有人 就是真的只有我們自己的人 然後很多成員都在 然後很多成員都在 是聊天聊得蠻開心的 對 當然平常的話 就是 有外人在的話 我就會覺得 不是很喜歡 也不是說不喜歡 就是 就是一種 你知道那個領地不是我們 然後很麻煩別人的那種感覺 可以去找翼雲他們 不是 翼雲他們一天到晚都在 都不在家 他們不是在公司 就是在路上遊蕩 我喜歡回家 誰說我不喜歡回家 我喜歡回家 說說ACE的新衣服 這次 對這次沒想到會有新衣服穿 雖然說 這個桌子耶 就是 大家都說裙子很熟悉 但是我覺得 整體 整體的搭配是蠻好看的 對 而且舞台上拍起來的效果也很好 就是因為那個上衣是亮亮的 所以拍起來是真的很漂亮 是以人魚為主題嗎 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以什麼為主題啦 反正 應該是比較有偶像感 比較想要做出有偶像感的衣服吧 我想 而且我一開始看到 為什麼我的耳環那麼黃 就是 因為這套的色系 大家都是藍藍粉粉的 然後就只有我一個是黃色的耳環 就很 跟大家很不一樣 然後這兩次怎麼 其實不會很不搭嗎 然後 後來遇到那個設計師姐姐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知道我很喜歡黃色 所以 所以她 她 特別選了黃色的耳環 然後還有那個 蝴蝶姐也特別選了黃色做搭配 然後我就 蛤 我說真的假的 等一下 有不一樣嗎 就是 就是那個蝴蝶姐 她外面這邊雖然是粉紅色 但她裡面還有 還有一層蕾絲 黃色的蝴蝶姐 姐姐沒說我完全沒發現我大直男耶 你們自己回去放那段 真的是黃色在裡面 因為那個真的很細節 而且 其實我也是指南 所以我根本沒發現 然後是姐姐講了 我才說 所以不一樣嗎 然後我仔細看 真的只有我是黃色耶 超開心的 就是 有用心 搭配到這個 因為其實 服裝部的姐姐 都是新來的 所以她們一開始 其實不太認識我們 然後 那時候溫布頓的衣服也是 就是 一開始都是排我穿藍色的 然後 然後 上一次 也是 其實上次也是排我穿藍色 然後是 是 因為安安她之前是穿藍色 然後她就說她可以跟我換才換的 然後 可是這次不是喔 這次是 就是因為姐姐她們就是進來 時間比較長了一些 然後就比較認識我們了 然後她就 有時候 因為聽說你很喜歡黃色 所以這次幫你排的是黃色的衣服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超級開心的 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穿 我很喜歡黃色 只要穿黃色的衣服表演 我就特別開心 對 服裝部是不是只有一個姐姐 服裝部有 兩個 還三個 的樣子 但是有 有 有服裝設計的姐姐 跟 服官姐姐 服官姐姐就是 就是 比較就是整理 負責整理我們的衣服這樣子 然後 輻射姐姐的話 就是 就是幫我們設計衣服 做衣服的姐姐 所以不太一樣 那好像還有一個姐姐嗎 我說我不知道她是幹嘛的 我不是很失禮啊 我記得有好幾個姐姐 可是我跟他們 就是因為這是新的 我也還沒有很羞 就是 就是 那我現在認識兩個姐姐了 哈哈 哈哈 就反正 因為公司就是 最近有來很多新的姐姐 我不知道他們 是幹嘛的 有好幾個 我說不知道是幹嘛的 就是 有看到有一些新的人物出現 不是臉嗎 是 我知道這個人 可是他們也沒有跟我們 介紹過 他叫什麼 是做什麼的 所以每次進公司 看到有新的姐姐打招呼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他們 是做什麼的 好可愛 TP的服裝數量很精 其實也還好 就是 穿來穿去 最常穿的就是那幾套 對 但日本的服裝數量就更驚人了 我要拿出前輩的氣勢 那天 我們在後台聊天 我才聽到 是 是 四旗跟 三旗跟四旗在聊天 然後我也在旁邊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覺得 二旗的前輩們其實都蠻好聊的 就是雖然說沒有 沒有很熟 但是一講話你就會覺得 他們其實人蠻好 蠻親切的這樣 我覺得大概 我懂這個感覺 就是像翁翁那種 翁翁啊 竹竹啊 他們都是那種 你跟他不認識 但是你跟他 隨便搭個話 然後他就一副就是 哎呀哎 來來吃這個吃這個 來這邊坐 當自己家 就是他們有一種 就是你第一次跟他講話 可是好像他跟你很熟一樣的那種 這是稱讚喔 這是稱讚喔 就是有一種 自來熟 其實乾姊姊也是這種類型 就是 乾姊姊一開始 他是跟 奶奶是 大學的 大學的學 學姊學妹這樣 然後 他那時候 來台北的時候 住我們家 然後也是就自己自來熟 哎呀 妹妹啊 然後這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這個 我買了蛋糕 就是那種你知道 然後 明明就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好像跟你很熟 那你會覺得 因為像我是內向的人 就會覺得 欸 蠻親切的這樣 就不會有那個尷尬感 對 對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一起的前輩們就是 可能因為進來了比較久 就真的 比較有 距離感 就是也不是距離感 就是有前輩的那個 樣子 然後因為我也在旁邊 我就說 我也有前輩的樣子 然後他們說 你沒有啦 然後就 就 禮貌了 但是其實我聽到蠻開心的啦 因為 因為我一開始我就 我就希望我自己是一個 就是 後輩們不會覺得跟我相處起來 會有那種 會有那種 我是前輩的那種 距離感 對 就是他們 對啊他們跟我講話 他們可以很輕鬆的這樣跟我講話 就是 因為 他們跟我講話會比較 放鬆一點 所以我是 我是很開心 有一點前輩感也不錯 有一點前輩感也不錯 當然我自己是 我自己不喜歡 我不會希望有那個前輩感 對 對 士騎叫我也是直接叫米娜了嗎 會叫我米娜前輩啦 會叫三士騎都會叫我 前輩 米娜前輩 但是 又是周傑倫 我聽到這個前證 我就知道 周傑倫離開我的歌單 離開 離開 唉 又是周傑倫 好 玩OKRock 對 他們會叫我前輩 但是 相處起來是輕鬆的 二騎好像一開始也會叫 好像是 但是 二騎現在不會 好像不會叫我前輩了 但是因為我們也比較熟了 但我想說一個二騎好像 就是 怎麼講 他們看到誰都叫寶 像庭莉啊 竹竹啊 就是他們都是那種 看到誰都 欸寶 寶貝 寶寶 就是每一個都是寶 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寶 到底有幾個 就是 不管是不是前輩每一個都寶 我是屬來寶 跟粉絲一樣 每個都是寶 揍你們 謝謝熊熊的愛的熊抱 我是傳家寶 對 我很稀有 要要好好 愛護我 我 我有看過熊來寶嗎 當然有啊 身為 身為 老鼠世家 真的沒有看過熊來寶 謝謝 終於你的鼻心 我想要我們那天 我們那天 在公司Party 也沒有那天 就昨天 然後昨天才在討論一個 話題就是說 Mina五年來到底有沒有變 我記得最一開始好像是 就是逸琳先問我 逸琳你就問說 就逸琳她說她很羨慕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 一直很 很 很單純 很 那種出淤泥而不然的這種感覺 但她就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 一直保持這種 就是很純真的這種 童心 然後不會被別人影響這樣子 然後我就 但是我聽到的時候 我是 我是覺得 就是我 對我雖然我真的是這樣子的人 但是 我就說你要想清楚就是 因為 像我這樣其實也 不太好 就是 就是不太好的 問題就是因為我常常 對我常常都有就是 我人在現場 但是 靈魂不在現場的這個狀 狀態 對 像那天公演就被抓爆 可是公演MC 大家前面在講話 在後面的時候就這樣 以為 以為沒自己的事 然後突然被Q動 什麼 該你說什麼 就是 我真的常常有 就是人在現場 可是沒有在聽 然後常常 大家講過什麼東西 然後我又再問一次 他們說這剛剛不是講的嗎 我說我怎麼沒聽到 我每次在現場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 我都沒有聽到 以為是我的梗 沒有啦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小慧到底說什麼話題 我不知道在什麼話題 她突然說 啊你咧 什麼話題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是笑得很可愛 因為你們 大家都笑我啊 所以我也覺得很好笑 就是 就是那種放空 然後突然被抓爆 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不是沒有在聽跟單純沒有關係 但我一直是說 就是 就是可能大家常常在講 可能 嚴肅的話題啊 或是什麼 什麼話題 但是 因為我都 我都沒有在聽啊 所以我就不會被別人影響 因為我根本就 活在自己的世界 根本就沒有在聽 所以那時候 逸琳說 欸還羨慕我 想要 就問說要怎麼樣可以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保持一個 就是 純真的心嘛 但是我說這樣不好啊 因為 常常都 沒有在聽人家講話 不是也不是沒有在聽 是常常 我就是 我不知道 反正就常常就是 我是注意力沒有很集中嘛 反正就是 常常就是 欸 就就就 就放空就過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那個 因為 逸琳算是蠻 聰明 蠻機靈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像我 像我這樣 沒有到很好的 對然後後來我們就 探討一個問題 她就 她就 她就說 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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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是 進來團體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了嘛 就是 就是 五年來都 都沒有變嘛 對 然後我們就 就在探討說 我五年來有沒有 有沒有變過 結果大家 一致的回答都是 沒有 只有面面她說她覺得我有 我有變 但是因為她有說 因為她跟我一開始 沒有到很熟 對 但她問了其他人 大家都說我沒有變 不是 不是跳舞方面啦 就是 個性 方面 但是因為我 我自己講的話也不太客觀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 有沒有變 我自己 講的話我覺得我好像 就是先不論 不論在舞台上的表現 就是比如說 MC比較敢講話 還有跳舞什麼 就是先撇開 舞台上的我 私底下的我 我自己覺得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變 嗯 面面的分析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 持反論 我自己不太認同 她 面面是唯一覺得我有變的人 那可能因為她跟我比較熟一點嗎 所以她覺得 但是面面覺得我有變的原因 是因為 她說我一開始比較 沒有自信嗎 就是 她最一開始認識我的時候 是因為 有一個 我的粉絲 然後轉推 面面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在直播上有哭嘛 所以這個算是面面 對我的 我們還不熟的時候 她對我的第一印象 對 然後 所以她那時候會覺得說 以前呢我會 會 我的想法會是 對自己 不太有自信 會覺得 啊是不是大家都會比較 喜歡 就是比較有元氣的偶像 這樣子 對 可是 她覺得 會講這樣的話是因為 不太有自信 對 但我現在不會 然後可是我想了一下 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還是會啊 就是她覺得 不自信的那一塊 但我現在還是會啊 但是我現在 就是會覺得 因為像我前陣子 不是就說 好像 最近人氣都 上不太去 我就會想說 是不是大家都喜歡那種 完美 偶像 因為像我常常會 嗆你們啊 還是什麼 就是走心啊 潘志台啊 就是 會覺得大家都喜歡 完美偶像 那我不應該對你們 掏心掏肺 我都 我都完美 大家就會比較喜歡 這樣的我媽 這樣子 就是 其實跟以前是一樣 我到現在 我還是對自己 不自信的地方 還是有啊 只是 不同時期會 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像以前我可能就是比較 安靜 不太會講話 所以我那時候會覺得 大家是不是會比較喜歡 就是 比較 活潑 有元氣一點的類型 對 然後現在的話 我覺得我已經算蠻活潑了 可是 這時候又會發現另一個問題 大家是不是喜歡 再更 完美一點的偶像 就是 我不應該把太多 私底下的情感 都 就是全部跟你們說 對 所以 面面圓的我不一樣的地方 是 這一塊 但是其實 到現在我還是會煩惱 這種問題 所以我 我沒有很認同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就是到現在還是會煩惱 一樣的問題 就是 還是對自己 沒有到 很有自信 但是 就個性上的話 好像 大家都說我沒有什麼變 我自己也覺得我好像 沒有什麼變 情緒想法有沒有很常外顯出來的差別嗎 應該 應該 要 要這麼說嗎 但我覺得我現在應該 但我覺得我的 喜怒哀樂還是蠻容易被看出來的 就藏不太住 情緒 是 自信 其實我自己心裡知道啊 就是 我確實是 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但是 以前跟現在的最大的差別是 以前的沒有自信是會表現出來 大家都看得出我沒有自信 但是現在是 表演的時候會假裝自己很外向 假裝自己超有自信 超會跳舞 但是 其實我自己心裡還是沒有自信 就是只是 會 怎麼講 偽裝自己嗎 就是 假裝自己很有自信 假裝自己很外向的部分 但是我的本質是 沒有變的 對 對 對 已經畢業了再推算是轉推嗎 已經畢業了再推算轉推嗎 什麼意思 已經畢業了再推 推別人 這不算不算轉推吧 這比如說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的樂團 有兩個 可是一個是日本樂團 一個是台灣樂團 就這樣對我來說 就不是轉推啊 只是喜歡不同領域的 的樂團 就像 我的偶像畢業了 他可能現在 去拉拉隊 那我也可以一樣 繼續應援在拉拉隊的他 但是 偶像在TP裡面 我還是有 找到自己 新的 腿 就是 是一個 偶像是一個 一個 怎麼說 給人一個 活下去的動力 會不會講的太那個 反正就是一個正能量 可以充電 充充充電寶 但是你推的那個圓城 如果他去拉拉隊 你就不喜歡他的話 對他來說算 算是轉推吧 推的定義每個人都不同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等我以後 畢業才會 才會面臨這個問題吧 但我現在不想要去想 因為 因為 我怕 我不想 我不想要現在去想 因為感覺就會很難過 我不想要太早 思考這個問題 謝謝太空的告白氣球 逃避對啊 就是還沒有到的事情 我不想那麼早就去想 就此消失 但是很多 很多藝人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 就是 像我以前很喜歡小小啊 然後 但是一回過程 就想說 怎麼好像很久沒看到他 就是就是 默默的就淡出演藝圈 但這樣的人很多 所以 你說這樣有轉推嗎 好像也沒有轉推啊 就是我曾經很喜歡他 但他就是慢慢淡出演藝圈了 所以 大家現在問我 最喜歡的歌手是誰 我就會講 現在還活躍在演藝圈上的啊 就是 所以就沒有算 什麼轉不轉推啊 就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淡出演藝圈了 這樣子 先為雨綢繆一下 不要 難過的是我耶 就是 我畢業之後 大家 就轉推 就是 大家不喜歡 離開 TP的我就轉推的話 我會很難過啊 因為我本來就 我們不算很AKB 就是 就是 我喜歡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到很 很偶像嘛 就是 不一定 不一定 每個人可以接受 喜歡 這樣子的我 所以 如果到時候 大家 大家 離開我的話 我會很難過 所以我現在不想要 想這個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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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就是 嗯 我看多了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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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都這樣 我就說 有一些人會這樣 我現在不想討論這個話題 是因為 我想到有人會離開我 我會很難過 所以我不想要去討論 我有說其他人都這樣嗎 我今天 好了我又再生氣了 我覺得我今天其實已經算很有 我耐心在講這些事情 可是 每次講到後來 就 就 會很忍不住 就是為什麼每次都要有人誤會我的話 我明明就沒有說 我是說我只要想到有部分人會離開我 我最會難過所以我不想想 然後就變你不能你這樣不公平 不是每個粉絲都這樣 我沒有說每個粉絲都這樣 你看每次這樣大家都覺得Mina好像很愛神奇 但是 就 根本你就沒有講的話為什麼每次都 都 會理解 會成那樣 這樣好難講話 不是要分享派對的事情 派對就這樣啊 就只是 有在說 五年來有沒有什麼改變 這樣子 反正我自己覺得我好像沒有變 其他人也覺得我沒有變 我自己也覺得我沒有變 就是這樣 對 對派對的話題就是這個 對派對的話題就是這個 但我們聊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我不知道什麼 真成員聊得很開心的話題 為什麼要跟粉絲聊一聊就 就會變得很嚴肅啊 有個性變最多的成員嗎 沒有討論這個話題 那時候就討論Mina到底有沒有變 因為這不覺得很神奇嗎 就是我自己想想五年來都沒有變 其實也挺恐怖的 這說明我是沒有長進嗎 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有變啊 都會有成長啊 變外向也好 變得更 更有領導能力也好 或是怎麼樣 就是大家都有一些變化 可是我是 進來的時候就是 嘿 然後五年之後很 就是 就是那個沒有變化到 就是 有點可怕了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就會說 天然Mina你今年27歲了耶 對啊 就是很可怕耶 就是大家替我擔心耶 他們都說完了怎麼辦 我覺得我以後好像很容易被騙 粉絲沒有看過私下的我 私下的我就是現在這樣子啊 就是現在這樣子啊 就是現在這樣子啊 就是 這樣啊 又怎麼講 私下的我就是這樣子啊 直播的我就是私下的我了 不然你們要怎樣 穿表演服 我是在舞台上的 直播我已經很 就是我私底下就是這樣子了 我跟奶奶也都是 真的 不是直播 不是公演的時候 騙你們故意要講好笑 不是 是真的 每天回家 我先回家 不是 奶奶先回家的話 我一進門我就會喊 奶奶 然後如果她沒有回應我 我就會一直叫到她回應我 奶奶你為什麼沒有回我 奶奶你在幹嘛 奶奶你睡著了嗎 奶奶 就會這樣子 然後 如果是 我先回家奶奶看 妹妹啊 妹妹啊 你在幹嘛 妹妹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就是真的這樣子 你們以為是 騙你們的嗎 沒有耶 就是私底下真的是這樣子啊 真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需要懷疑這件事情 就是 這 這已經直播就是我私底下的樣子了 怕你們以為我是多虛偽的一個人啊 這已經是我私底下的樣子了 你是覺得不可能有人私底下這麼可愛 是不是 我的私底下就是這樣子 是 呆呆的 呆呆的 是 呆呆的 沒有辦法裝的 你們以為我是裝笨嗎 不是 我是真笨啊 我沒救了 你們懂嗎 我多希望我是聰明的人 是我不是啊 只揪玲玲 是嗎 我沒有上下班模式 不太算有 有了好幾輩 彈簧花生命 停留在這邊 一幅黃的雪 還在愛情年 請不要乾脆的放棄自己 什麼 你們覺得我還有機會變聰明嗎 我看是很難 我覺得大家都把我想的很笨 可是 我想說 就是我覺得我其實沒有到很笨 就是我有一點微笨而已 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屬於很聰明的那種微笨 但是就是也沒有笨到那種 你們知道成員說我是那種 就是如果如果我有一天 他們都說因為我太單純 他們說感覺如果 我以後啊 我交男朋友的話 然後在路上看他跟別的女生牽手 然後我還說 我還會覺得說 沒有他們一定只是好朋友的那一種 他們覺得我有笨到這樣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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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可能那麼笨 就是我覺得 大家會怎麼都把我想的太笨 我看到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牽手 我也知道 他們不會懷孕好嗎 就是 我沒有笨到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 大家把我想的也太笨 沒有那麼笨 有一點笨 但沒有笨到 這樣子好不好 牽手不會懷孕我 我知道好不好 不要 為什麼大家都 把我想的很笨 想要 嘴巴都改了 就讓我留在 崩潰的田田 你等一等 謝謝下我的啾啾牛 這啾啾牛怎麼那麼久 不敢隨便跟人家牽手 怕會懷孕 哈 在那邊找藉口 你以為有人要跟你牽手啊 所以就沒有人要跟你牽手 還說不敢 謝謝土生姐 啾啾牛 剛剛的啾啾好兇哦 有嗎 哈哈哈哈 嘿 看見某年某月 我們之前曾經有過的 語言 就讓他帶走 你的那瞬間 成為我們的紀念 誰能發現 我的世界 謝謝小姐的Action 只能牽牛 花 牽牛花 謝謝天竹鼠的啾啾牛 奶奶居然沒有睡著 對奶奶今天很亢奮耶 謝謝中和喵喵的啾啾牛 最一開始的Mina才不會這麼粗暴 我的愛兒很粗暴 謝謝Action來的啾啾牛 你們不能牽會出鏡 其實 其實 我知道這是李傑銘 不是耶 憨吉德哥 而且我要你講 我現在不想聽 Hip Hop 我說牽手 你們握手會就是牽手啊 其實為什麼握手會是握手 可是 握手跟牽手的差別 是不是就 就只是插在 握手是面對面的 可是牽手是 就是左邊右邊 那如果說 就是握手跟牽手的差別啊 就是 我伸右手跟你 握手的話 你也會伸右手握我嘛 可是牽手的話 是我伸右手的話 你就要伸左手給我 這樣是牽手 所以說如果握手 會的時候 我伸右手 你們也伸右手的話 那我們就是牽手了啊 對吧 我這樣理解是對的嗎 就是 這樣你們握手會就 有人跟你牽手了啊 是不是很聰明吧 大家 我好聰明啊 我好聰明啊 牽手兩個人面向同一邊 那就 那我到時候轉側就是了嗎 要不然你們又沒有人 可以牽手 沒有 事情有人說牽手會 沒有 牽手會的話 就是要 要平行 你們都要轉側邊 這樣子 沒有 我剛才是很認真在思考 握手跟牽手的 差別 握手要牽牽手不用牽 為什麼牽手不用牽 牽手在台語是老婆的意思 是 啊 是 奶奶真的嗎 牽手在台語是老婆的意思 你說 看 舊的意思是老婆 不是 某嗎 這 我 某 這樣 不是 某不是 某嗎 看就是老婆的意思 沒有 某嗎 某啊 某 兩個都是 喔 學到了 學到了嗎 算到了 在 哦 不是b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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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哪裡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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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bo 有比較標準嗎 還是bo bo 又是周杰瑞 再來一個像英偉 那他怎麼來念 不是剛剛有人打bo 注音是不是沒有 bo 這怎麼 一起問bo bo 雜波雜波 雜波雜波 問bo 某 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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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某跟 不的中間 不是po嗎 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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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撲 撲跟撲之間不是撲嗎 撲 撲 撲 我覺得我理解力太好了 撲 我唸這個可以怎麼撲就不行 唸撲就可以了 你們自己亂教 等一下我要澄清 剛剛留言大家說撲跟撲中間 那是不是是撲 撲 問撲 所以是撲 可是撲要帶一點撲的音 是吧 算了 冒 溫冒 挖洗 挖洗 不是挖洗 挖 大概意思有到就好 差不多了 Mall shopping mall Let's go shopping shopping mall 好 週年慶 要買 買什麼 買米買菜買冬瓜 買到一顆大南瓜 我是南瓜 Pumpkin Pumpkin 我喜歡 我喜歡 Pumpkin 超人 Pumpkin 超人 我可以用耳朵攻擊你們 這顆南瓜壞了 不如解剖來吃了吧 比較像橘色的恐龍 南瓜超人可以幹嘛 可以拯救世界啊 這樣長得更像寶寶了 因為這個 然後把那個頭髮塞進去 就會像一顆寶寶 巧了 寶寶是算一顆的 就圓圓的跟湯圓一樣一顆一顆的 就是冬天這樣子很保暖 像剛剛出現的寶寶 我現在真的是大家的寶貝了 好 接下來的眼中只有我 現在那換頭的特效 什麼特效 下個月才要吃湯圓 我現在就想吃湯圓了 因為我直播一直看著自己的臉 我都 想吃湯圓 晚上蚊子只會盯我的臉 9 9 不要啦 不要吃我 看起來沒有身體的感覺 有啊 這就是我的身體 我沒有頭髮 我沒有頭髮 因為我毛還沒長齊 可是眉毛都是挺濃的 其他話的兔兔 是橘色的嗎 這顆湯圓是什麼線呢 南瓜線 上面的英文是平牌嗎 不是 應該是沒有意識亂寫的 我猜 好像寵物島的套 我也覺得耶 感覺寵物島 這個頭遠看是不是有點好笑 因為沒有露出白色的部分 看起來頭好光喔 把它弄上去 這很一樣那個耶 剛洗完澡了之後 我只會幫那個頭巾 會長這樣子 我很不會左右動頭 我練習一下 到底要怎麼左右動啊 前後可能可以 找不到 怎麼唱 不是你的難以預存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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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蝦子 我是蝦妹 握手繪的服裝 我握手繪的服裝 我握手繪才不要當一顆南瓜 那你們把我吃掉 剛出生五官就如此精緻的嗎 因為我是外國人 浪漫火箭會動頭嗎 會啊 會啊 浪漫火箭 找不到門 有啊 你們不要認真看公演 下個月再來看一次 12月份再來看一次 真的有動頭 我每次都 因為 因為我很不會左右搖 所以我是很努力換 有 浪漫火箭有動頭 有 浪漫火箭有動頭 MINA喜歡心獎嗎 不喜歡 就是 変態 変なこども MINA就第一次握手繪的兔兔嗎 我記得啊 現在還在我的衣櫃裡面 謝謝 夏爾的戳戳泥 看起來很圓 我想到那天奶奶也是看到 好像是我洗完澡 對 我洗完澡就毛巾包著頭 然後我每次一洗完澡 我也會跟奶奶說 奶奶我洗好澡了 真的很愛什麼 然後叫一下奶奶 可是一天不 奶奶 真的一天不叫好像會 覺得怪怪不太舒服這樣 反正就是對 要洗澡奶奶去洗澡了 洗完奶奶我洗好了 然後奶奶就看著我說 我好想吃湯圓 然後我想說 每天看到我都想吃湯圓 奶奶不在的時候怎麼辦 就 拿自己點夾肉吃杯 什麼都報告 真的超愛報告的 各種事情 超無聊的事情都要報告 奶奶我很想要上廁所去啊 奶奶我上好了 奶奶奶奶奶奶奶的音頻 還有什麼 這什麼都可以報告欸 小朋友才會報告哪有 奶奶奶奶奶的音頻也很高啊 你們剛才沒聽到 奶奶奶奶的音頻也很高啊 你們剛才沒聽到 奶奶 爺爺爺也叫他奶奶 我也叫他奶奶 他是大家的奶奶 就像我是妹妹一樣啊 大家都叫我妹妹 我是國民妹妹 我不害羞啊 我穿這樣都敢出門了 我有在 我有害羞 我有在害羞的門 不然我也可以當國民 紅蘿蔔啊 你在擺蘿蔔嗎 那耳朵 他是我的 那叫什麼 根 蘿蔔 蘿蔔上面的那個東西叫什麼 蘿蔔 蘿蔔跟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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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演拔蘿蔔的遊戲 我剛剛在演幼稚園話劇 幼稚園的話劇 我常光市場怎麼會這樣玩 我又不會吃蘿蔔上面的葉子 Mina沒有頭髮有 我沒有頭髮OK嗎 我沒有頭髮 地球就是圓的了 Yay 奶奶大家都會陪我演戲啊 我的演技這麼好 其實都是在家訓練來的 沒有頭髮還是會愛我 我不會沒有頭髮 我頭髮很多 我頭髮超多 你們看 你看頭髮好軟 你看頭髮好軟 頭髮好軟 舒子舒子 舒子 可愛 愛你 謝謝Akira的倒白氣球 好多 出口的人年輕的時候也覺得自己頭髮很多 所以若建議才賣得那麼好 電量不足請即時充電 小小小怎麼會沒電呢 來嘞 完了 我好像沒有充電線 奶奶在洗澡 可能要 算了 把它關了 我現在這裡沒有線 沒關係 反正快要關播了 我們直接放好了 平板放的 快疊數了 我的鼠毛長很快 我都有近期在修剪 哪裡有鼠毛 洗澡聲好大 又沒有音樂了 回來了 施壓播完了 這麼快 這麼冷的天氣 奶奶 奶奶對她來說 現在這個天氣還是夏天 她還是都穿 無袖啊 露肚子 短褲這樣 奶奶不怕冷 很羨慕我 現在我就很怕冷 最不怕冷的生物奶奶 最圓的生物奶 大家都穿冬天的衣服有嗎 中南部應該還不冷吧 最近的話就穿個刷毛外套就差不多了 奶粉整個越來越多了 看來我最近說太多奶奶的好話了 之後要多講一點她的壞話 哈哈哈哈哈哈 我壞話講你還不夠給我 十七度其實對我來說沒有到很冷耶 我覺得低於十五度算是冷 都說過要推奶奶曬太陽 不是奶奶真的沒有在曬太陽 我不要下雨都好 不喜歡下雨 下雨的話我會太想你了 你還要唱歌嗎 今天不知道要唱什麼 公演公演跟ACE算有分享了嗎 哈哈哈哈 其實很充實的假日 然後這禮拜是 這禮拜六會去嘉義大學 校園演唱 校唱 短天就沒有校唱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看我們 在下下雨拜是無限偶像祭 有很多偶像團體 偶像藝人會演出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看 每逼迷去休息室 找我們時候有聊什麼嗎 哎哦說到這個我想說因為我真的是 色孔鼠 所以看到他們的時候我都只有 就是除了卡哇伊講不出其他的話就是 啊卡哇伊 對阿里巴特就這樣子就是 講不出其他話然後是靠如卡 就是負責我們社交給一塊 然後他們他就問了說 啊 你們當當 當 IDOL 當多久了啊 然後他們說6年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那是大前輩這樣子 然後還有問一些 就是問一些記者問題之類的吧 沒有我從樓到尾就殺 這樣子就是 我就是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的社交能力是零啊 不會受搖 林依有跟人家交換 沒有當然是因為他們團的那個 那個女生本來就很喜歡雷吉 所以他就一開始先 先 問可不可以跟林依單獨合照這樣子 然後我在旁邊的時候就想說 我心裡想說哇雷吉真的是到哪裡都 就是他不需要主動講話 然後大家都會喜歡他 然後我在旁邊我就覺得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一個醜小鴨 我在那邊就是 真的不知道在幹啥 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對 就是 覺得 所以我就說我不是 我不是很什麼正統的偶像 就是 就是 懂吧 就是 就是 沒有很可愛 然後就 也不會講話 哇 我剛才發生什麼事 謝俊森的香檳 就是 就是以路人 飯來說的話 可能也不是很認識我是誰 因為 我每次我在MV裡面出現的描述都蠻少的 可能大家看完也不會對我有 什麼印象 對 然後我也不是很會社交 我從那真的就是只有 可愛 然後就一直 用我的俗笑這樣 我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對 就是 社交苦手 我 一直以來都 很不會社交 跟曼寶的交流很順利 只是跟曼寶不用講話 跟曼寶就是 跟曼寶 跟曼寶 就這樣子啊 就是 跟曼寶不用 他不用說話啊 就是 我自己亂玩 就很開心 可是跟真人的話 就 就不會講話 比較是肢體溝通 大概是吧 謝謝 謝謝新穎的會員票 說話好難 對啊 下輩子還是當 一口馬鈴薯 比較好 跟曼寓怎麼有 有辦法交流 跟曼寓也是 曼寓 然後曼寓 跟曼寶寶 一樣的 好像沒有在講話 好像沒有在講話 可是摸了臉頰 都覺得 很溫暖 我的交流是靠肢體跟眼神的啦 不是 不是講話 不是 中午的文部隊你們都笑得很 對 對 我想到這個我才沒說到的 這 這是好像第一次沒有戴口罩的 你們沒有戴口罩來看公演 然後 我看到大家 整場 就是 一直露出那種 姨母笑 對 我都想說是有 到底在笑什麼啦 就是為什麼一直那樣子看著我 我都覺得 有點害怕 可是你講的很好笑 就是每一首歌 每一首歌耶 然後粉絲都這樣 這樣看著我 我笑說 為什麼露出那種 關懷的笑容 是怎麼回事 我都有點害怕 遺葬笑 對啊 我是想說奇怪 你們是禮拜五特別的開心 還是說 其實你們平常臉都那樣 只是戴口罩的時候 看不出來你們隱藏的那個笑容 就 為什麼一直笑啦 你們這不會 不會累喔 這到底在笑什麼 我都覺得很恐怖耶 嚇得你心裡頭 對啊 他到底有什麼好笑 我想說我剛剛又幹嘛 他為什麼那樣笑我 很恐怖耶 剛剛你還一直看到挑眉 不是不要影響台上的人 挑眉是怎樣 什麼意思啊 真的很恐怖耶 真的很恐怖耶 為什麼 為什麼會一直笑我 然後我 我記得我 禮拜天的時候 我不是第一首就是跳錯嗎 結果我跳錯的話 的時候 底下門就這樣 就是這樣 你看看你 還指我 然後看說 好恐怖 你們這些人 好恐怖 而且大家的表情 就 哼 你剛才跳錯我有看到 這樣 這種表情耶 那表情有夠明顯的啦 好幾個都這樣子 你們好恐怖 什麼意思啊 我都看不懂什麼意思啊 好想再看Mina的公寓 每個月都有 有機會再來看 蛤 我在笑你們不能笑嗎 不是你們笑的很壞 我都想要 叫警察了 我都想要 叫警察了 很猥瑣 而且你 你自己全裸 然後露出這種 猥瑣的笑容 好危險 故意發言 會不會是本來就這樣 不是 不是 你們握手會的時候 看起來都很誠懇 但是表演的時候 是很 很沒有再尊重的那種笑 很猖狂的那種笑 很猖狂的笑 對啊 真的是這樣 我想說有那麼好笑嗎 我剛才 幹啥的我 奶奶剛洗完澡了 哎呦 奶奶要吹頭髮會很吵 再給我兩分鐘 哈哈 因為那個紅包 再兩分鐘就沒了 所以我等到他領完紅包就管 而且在兩分鐘的話 記憶就可以結成冰 再給我兩分鐘 再給我兩分鐘 讓我把記憶結成冰 好奶奶那兩分鐘再吹頭哈 都結成冰了 結果奶奶還是吹頭 兩分鐘都不能等 你看這個女人 有多麼猴急 還在結倫 對啊為什麼 怎麼又播到結倫的歌 沒有 沒有播他的歌 為什麼我還是有結倫 結倫無所不在 奶奶唱歌好聽嗎 哦 簡直是天籃 看我表情就知道是天籃 謝謝小明帶你去流浪 蠻蛤蟆的蠟嗎 怎麼泉水那麼久 然後 嗆奶奶才願意浮上來 你們這些人 好啦 期間也差不多了 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名 哦對 下一次直播是 禮拜三晚上九點 謝謝 之後官方應該會更新 對 反正下次是禮拜三 晚上九點 謝謝鍾影的鍾情玫瑰 那我念一下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QNK 寫QNK 12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11名是Akira 謝謝阿kira 第10名是兔雲 謝謝兔雲 第9名是鍾影 謝謝鍾影 第8名是Alex 謝謝Alex 第7名是小鈴 謝謝小鈴 第6名是天竹鼠 謝謝天竹鼠 第5名是圖斯吉 謝謝圖斯吉 第4名是中橫喵喵 謝謝中橫喵喵 第3名是San 謝謝San 第2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一名是夏兒 謝謝夏兒 好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禮拜三晚上9點再見 大家晚安喲 天氣很冷要注意保暖喲 晚安 拜拜 果醬加晚安 阿越晚安 特選晚安 阿比拉晚安 博城晚安 金晚安 昆昆晚安 小結晚安 蒼蒼王沙爪晚安 小眼睦晚安 瑞隆終隱開口晚安 拜拜晚晚晚安 夏兒王小鈴王YUNA晚安 雷軍晚安 霍拉斯晚安 坑主鼠晚安 旺旺晚安 可麗 露克晚安 熊熊晚安 米酒小熊晚安 霍拉斯晚安 Alex晚安 狂人晚安 嘿嘿嘿 滑鼠晚安 肯尼晚安 小藍晚安 大家晚安囉 拜拜 切得瑞克真情告白 917晚安 氣兒晚安 阿越晚安 大家晚安囉 拜拜 禮拜三9點前 拜拜 あい кого人 零 tam